郭勇俗 平安 郭勇俗 平安 郭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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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副總統 鄭建仁 武漢遺憾疫情發生以來 政府無分 中央和地方 都為到疫情的控制 在打招 我們來感謝全國所有的 益護人員 為台灣研修放線 全力做好工作 讓大家可以安心 我們也要感謝接受決議和減業的民眾 為到疫情的管理和控制 配合政府的規定 彼此在時間的行動自由 為臺灣的疫情提供最關鍵的幫助 無關是工業 以後人員 或是一般民眾 都是協助臺灣對抗武漢危險的影響 我們大家要保障勉勒 保障加油 團結一心 為修好臺灣來作非打拼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標股特快車 我是北松 帶你輕鬆賺錢 今天指數真的是細劇化演出對不對 昨天的美股倒窮暴跌2000多點 今天的指數開低往下殺之後 直接拉上去 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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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翻紅 對不對 這是什麼意思 這裡是買點 我昨天一定有講 我昨天一直在跟你講這條叫做年線 每一次回測到年線 都是買點有沒有 所以我說這波修正來到年線 跟這裡來到年線 意思是一樣的 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裡沒買 這裡就要買對不對 你说立昂老师这里没买,一大波我都错过了 那请问你告诉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要买? 这是我昨天一直在强调,对不对? 你说老师,这里他碰到了,他搞不好会跌破啊 请问你告诉我,这里有没有跌破? 跌破你不用害怕,只要这条街址往上走 他跌破,就算这里不是最低点 但是离最低点也很近了,他终究还是会上去嘛 我的看法都没有改变嘛,对不对? 请问那外当的课,这里的课说啦,我要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不是今天跟你讲,今天指数又跌几点了,又涨几点了 因为讲那个都没有用 你现在跟我讲已经发生过的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要告诉你,未来还没发生的,什么叫做未来还没发生的? 来 资金狂潮,现在都还没发生 你以为我老师,你很好笑的,指数大跌,你跟我说这个要做什么,对不对? 我跟他说这个,大家笑得要死,对不对? 是,现在还没发生,那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跌这么惨耶,未来啊,发生一定会飙翻天 请问你又说,大跌的时候,人家在跟你讲飙翻天,你相信吗? 来,为什么会飙翻天? 来,你去看喔,我们的外汇存底 已经连续九个月创历史新高了 那你怎么知道创历史一定会买股票? 来,我们的台币,已经冲破二字头,代表什么意思? 外资虽然在卖,可是那钱有没有出去? 并没有出去,而且钱很明显,只有进来,对不对? 代表什么意思? 但是,台湾的钱已经越来越多,多到已经满出来了嘛 既然钱都已经多到满出来,现在只差一个信心的问题而已嘛 现在大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没信心 不太敢买股票,手上抱的都一大堆的现金,有没有? 外资卖了那么多资金出去,可是问题来了,全部都变现金啊 请问他要说,这些钱,他也是等着要买股票,对不对? 好,来,当疫情问题慢慢解决的时候,你就知道未来的力量有多大 为什么?来,经济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差 美国公布的二月份飞龙借会数据优于预期,好不好? 老师,那是美国,不是我们台湾啊,拜托 这是美国欸,可是台湾咧?我们只要看台积电就好喔 好不好,你就看他就知道了嘛,需求很旺,台积电全年没有淡季 他之前跟你讲了,有没有?疫情的影响有限,它会季季走高 而且重点来了,今年光台积电资本支出就超过2000亿 代表什么意思?他如果不看好未来的险景,他敢砸2000亿去投资嘛,对不对? 来,陶宗说什么? 全球西一轮的QE来了,对不对? 这大家都知道嘛,最近全世界所有人在做什么事情,来? 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做什么事情,都在降息嘛 澳洲,马来西亚,澳门,全部都在降息,对不对? 这降到历史新低,这降到十年新低,这降两码,有没有? FLS,来 来,我先来看喔,菲利宾泰国也降息,墨西哥也降息,韩国也在降息,有没有? 美国、日本、英国全部都在降息,来 来,所以我跟你讲什么? 全球皆加入撒钱的行动,这个叫做资金狂潮,只是重点来了,这个资金狂潮 现在都还没发酵,未来会发酵,那一旦发酵,它会飙翻天,老师,为什么? 来,我先让你看一个东西齁,你就知道我会讲什么齁 为什么陶宗跟你讲说,FED预期下FED下季还会再降息,我告诉你,不是下一季 这一次的FOMC会议呢,它就一定会再降息了,来,重点来喔,它不是刚降两码而已吗? 我前面跟你讲什么?我前面跟你讲什么?我不知道你还有印象吗? 它刚降两码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讲的? 上个礼拜才跟你讲降两码而已喔,未来一定会发酵,而且一定还会再降! 而且我们预估啊,这一次,马上又要再降两码了,也就是说呢,加起来等于四码喔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啦,这辈子你看过,有史以来有几次,它可以在一个月之内连降四码 有可能,老师啊,如果真的降四码也会怎样 所以我要再强调一遍喔,他已经跟你暗示了,本月可能再降 那这个就很恐怖了喔 全球皆加入撒钱的动作叫资金狂潮喔 现在是资金外溢的效果,只是它还没发酵,一旦发酵资金狂潮 一半熟啦,一定很恐怖的,所以要再强调一遍,为什么我敢在这里买股票 没人敢买,只有我敢买人,为什么大家都要跟我做 跟民宗做,因为只有民宗做得到嘛,看到买到说到赚到嘛 老师跟我一样,我待会会证明给你看什么叫做包串,包丝,包丝,包丝,来 我再强调一遍喔,资金狂潮现在都还没发酵,那未来一定会发酵 那未来一旦发酵,一定是飙翻天 你不用再研究,绝对是飙翻天啦,有什么 所以为什么人家劳动金在买股票 现在是不觉得好时机,自营不为的人都一路往下加码 减便宜,对不对,有什么,你现在看到未来喔,未来这一个多月 你看到金数最终都是不好的,为什么 有什么,我有没有预告,什么就都看到未来 我有没有预告,我有没有预告,我有没有预告 这一条线叫未来的走势 你有看过有人把未来经济的发展状况 把它全部都画出来吗 我不是跟你讲今天喔,我不是跟你讲去年喔 我不是跟你讲,只是今天以前喔,我再跟你讲的是今天以后 然后,我在前一两个礼拜就可以跟你讲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它会这样走,很简单嘛,因为疫情掉下来 那因为疫情它不会一直影响 它时间,它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 这个疫情的问题解决之后,它会回到回归基本面 对不对,假设未来的经济不会成长也不会衰退 好,就是一条直线 那因为疫情它一定会掉下来 那疫情结束它一定会回到原点,对不对 好,那重点来了喔 在这一段时间,疫情引爆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做什么事情 会让未来的经济突然往上走 而且下不来 为什么,大家都在撒钱嘛 这你都知道嘛 不是我在说而已嘛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 你不用去担心这只是短期的利空 是另外一次封地布局的机会 对不对 那我昨天跟你讲了嘛 它已经回撤连线了嘛 它已经回撤连线了嘛 就跟这里一样嘛 它回来这里就是买点,对不对 我是不是跟你讲这里是买点 那这里就是买点 所以你要敢买 哎,老师啊,昨天美股跌了2000点 结果今天怎么样 今天台股既然往上涨 代表美股也跌 真的跌2000点已经跌太多了 它也有机会开始要大反弹了 你看电子盘就知道喔 已经开始要大反弹了喔 那这可能是波段的最低点喔 你又没买,后面你就买不到喔 再强第二遍喔 因为过去非经济因素的利空影响 只要这个问题一解决 通常台北股市一定暴涨 而且涨不是1000点2000点 一定是好几千点,对不对 为什么人家跟你讲 大陆经济渴望V型复苏 你注意看喔 最早在市场上撒钱的国家 叫做中国大陆嘛,对不对 好,来 因为武汉疫情掉下来 碰到年线开始往上喷出 有没有 欸 台湾昨天跌到这里 中国大陆已经从这里飙到飙上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碰到年线了 就上去啦 碰到年线就上去啦 所以 老师 昨天美股大跌2000点 为什么台股今天没有跌 来 有没有看到 碰到年线了嘛 这是千载难逢的买点 为什么你一定要买 再强第二遍喔 来 我跟你说 你根本不用担心啦 因为药已经出来了 只是 你要什么时候 把他成这样 把他量产而已嘛 那你只要量产 问题就解决了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是要买股 为什么台北股市来到这里 一定要买 因为台湾台北股市趋势向上 殖利率傲视全球 当资金的动能 来 当资金狂潮一旦发酵 未来一定会飙翻天 那重点是 这个时候你要买什么股票 老师啊 我不知道要买什么 我买什么都一定的了解 是真的吗 我跟你讲的股票没标吗 我跟你讲的超重 重打 有没有狂标 我问你一个问题 过去这几天你买重打的 原来一个赔钱的 你相信吗 台股每天爆跌 我们买的股票每天都在标 老师有意思吗 你敢跟我说 麻烦导播 你什么 通通来帮我做印证 我带你买什么 我带你买这个啦 自尊天霸王啦 老师买什么 来 我就带你买这支股票 重打 来 我带你买这个 我带你买这个 底部没人要 是不是底部没人要 老师啊 跟资金一样 底部没人要 我要 那为什么要买 很简单喔 来 请问你告诉我这条线叫什么 这条线叫做上升趋势线 他刚好股价打在上升趋势线 有没有 然后这段时间 底部大咖一路吃货 吃完货 吃一大堆 结果 接下来那样缩掉 有没有 然后又刚好打到上升趋势线 这个叫做奇标点 新的5G 准备要狂标了 他叫做 至尊天霸王 换他标到翻上天 我带你买 欢迎到回来现场 有没有标 老师啊 还有没有标啦 来 我跟你讲的时候 一模一样 底部没人要 都没人要买 只有我在买的 我在想这一遍 我不怕 我不介意跟你分享 我们在买的股票 虽然行情不好 可是你还是要操作 那既然要操作 你就要买 未来有机会标的股票嘛 这样就算台股暴停 你都不会害怕 对不对 这就是大家都要在我做的原因嘛 因为我会跟你分享 我可以做你的课算嘛 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啊 来 老师啊 真的吗 把人给我的口都抖了 只要你不抖 为什么 我叫你买的股票 没人要哦 狂标 再狂标 台股暴跌再狂标 有没有 是不是拉上来了 就算被台北股市影响 台北股市狂跌三百多点 这种表现很强了啦 请问你又说 你也知道嘛 最后压尾盘杀下去嘛 那也不做我的问题啊 如果台北股市每天都大跌 请问你又说 我的股票还能够撑住 甚至还能往上挑战 那个叫什么 强势股嘛 对不对 我问各位问题哦 今天台北股市有没有大涨 今天台北股市涨而已哦 还没大涨哦 可是我们的股票呢 今天一大早连盘下都没有 今天早盘开盘就大跌一百多点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开盘就大跌了一百多点 对不对一百四十七点 请问你又说 有没有黑盘 连黑盘都没有 你昨天看的 你前天看的 你大前天看的 你上礼拜看我节目的 全部都大赚 没一个没贪的 敢买的 没有人赔钱啦 我慢慢说贪多少钱啦 最少没拔的人了钱啦 对不对 我们买的股票 我们买的股票 老师啊 不真的喷出啊 不真的狂飙啊 要喷却没喷出去嘛 对不对 但至少没有让你赔到钱吧 但至少没有让你赔到钱吧 这种表现就代表 他是强势股 他随时都有机会喷出嘛 他比台股还要强嘛 他本来就是要喷出 如果不是因为台股大跌 他早就喷出了嘛 那为什么没有喷出 台股太弱了啊 还有一个原因啊 要喷却没喷出 代表怎么样 他还不够强 那如果是这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支股票的原因 因为这支一定更强 他叫做超越至今啊 来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我再举一个例子啦 什么又再包串 包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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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跟民松做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要跟民松做 只有民松做得到嘛 看到买到说到赚到嘛 什么又再包串 包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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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的时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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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跟你讲高丽 我高丽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 在这里 立下你看过好几百遍了啦 119% 哪有排骨崩盘大涨119%的 而且所有会员全部都大赚出心 来 这个我就不讲了 心象也一样 有没有 然后喷出狂飙 飙到破季一路来 整个波段 从第一次跟你讲 第二次第三次 总共波段单狂飙237块 然后飙到这一天的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 那一天我跟你讲什么 本周 台股暴跌139点 股价创历史新高 本周价叉摊74块 加码单大赚197块 波段单大赚230块 合赚大赚500多块 该跑的要 记得跑 我问你一个问题啦 今天你是看我的节目的 我就跟你说该跑要记得跑 请问你都说 礼拜三你看我节目 你说老师你叫我卖 那你要不要卖 那卖得掉吗 礼拜四 礼拜三跟你讲该跑要记得跑 礼拜四 所以我们全部都卖掉了 我不介意各位卖的比我还高 但是我要再强调一遍 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让你大赚的 对不对 好来 我礼拜三跟你讲要卖 因为波段单价 差单加码单合赚500多块 然后隔天创历史新高让你卖 然后开始杀 这不是开盘直接大跌 开盘还拉到创历史新高 然后创历史新高 连续三个半 三个半小时让你卖 你跟我老师 我有习惯 早上不早起的 睡到睡到十点多才起来 不好意思你也卖掉了吧 这到过了中午他还在历史新高 过了中午还历史新高 你前一天有看我节目的 我已经叫你卖了 卖不卖掉一定卖得掉 大获全胜 然后卖掉的下一个动作 我就是买至今 不要再研究了 拖阿奇笑 你有看过台股暴跌800点 股票可以狂飙46% 在那里五成 老师你还有预告 麻烦老婆 你什么 这支股票为什么叫三月超级天王 我为什么要买 我直接公开 底部没人要 我要 为什么我要 我让你看 我让你看 我没有买最低点 你说你老师 我不知道这支股票是哪一档 为什么它会飙 我说它叫可劳OLED 为什么会飙 你不要说最低点 出现长虹 大量长虹 又出现大量虹 代表什么大量所达 你如果过去不认识他 那你看到这两根 你也知道他是谁了吧 你已经开始要关注他了 当他跌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机会来了 那你就要买了 为什么我要买至今 三月超级天王 至今 小兵 小兴 大喷特喷 我就带你买这支股票 欢迎到回到现场 请问你有没有大赚 老师你叫我买的股票 你带我买的股票 你带我买的股票 请你那边 星象卖掉的下一档 同样的资金 把星象卖掉的资金 全部转进资金 三月超级天王 我就买这个 我就带你买这个 底部没人要 我要 跟叫你买重答 意思是一样的 我会员买的重答 全部大赚 我问各位问题 我今天不知道告诉你 我赚多少钱 我多厉害 如果你选的股票是对的 今天你根本不用在意指数 间谍几点 他就是会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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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躺在地板上 你要不要买 我要买资金 你要不要买 就跟着买就好了 27号 27号 然后放完假 隔天 隔天放完假 资金怎么样 开低 盘下 继续买 掌停板 恭喜 礼拜二掌停板 礼拜三改写波段新高 差点掌停板 那些震荡很大 那些甚至翻黑 对不对 不好意思 一张都不卖 礼拜四再度掌停板 礼拜五再度掌停板 礼拜五再度掌停板 昨天排贴股市暴跌300点 再创新高 请问你告诉我 我有先生叫你买吗 我是现在叫你买吗 我是在这里叫你买 拜托 大涨46% 有来的 通通都大赚 你不用感谢我 因为你相信 所以你会大赚 有没有 什么可是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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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买对股票 你就会大赚 对不对 你最近没赚到的 拜托 台北股市大跌800点 至今狂飙46% 那如果台北股市未来不会跌800点 甚至大涨300点 大白400点 甚至500点 那我告诉你 如果是在这种环境 至今绝对不是只有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 那我告诉你 这支股票为什么叫做超越至今 那就会更飙下一波 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它叫做超越至今 为什么 如果我跟你讲 至今台北股市爆跌800点 都可以大涨46% 那我问各位 这支股票 如果台北股市没有大跌 你说它会不会比至今还飙 下一波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它就是要喷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今天不用想太多 提到就是你的什么都不用想 因为我的存在就是要帮你赚那钱 我知道你会害怕 我知道你不知道买什么 你现在只会恐慌 老师到底真的会反弹吗 阿翔给你试 我给你试 你不知道买什么 你买的这支 我跟你分享 诚心诚意跟你分享 不用客气 不要有压力 你先谈这么说 等你有信心了 等你赚到钱了 有什么都好谈 超越至今 下一波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它就是要喷 现在我要请大家 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买这支股票 我请大家做买来买 电话只要喷通 七十五月直接送给你 直接赚你 现在我请大家来买这支股票 超越至今 未来它会 飙翻整个市场 如果至今你没大赚的 如果高利你没大赚的 如果心向你没大赚的 如果重大你还是没赚的 你就买下一波最强的股票 超越至今 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不限任何名额 电话只要喷通 一 就是你的打电话 进广告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 02-8512-5858 8512-5858 8512-5858 全民防疫大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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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02-8512-5858 8512-5858 Check 每年至少测量一次 有家族病时更衣注意 Check 改变生活形态 规律适度运动 均衡饮食 耳朵三少 截掉烟与酒 Control 症患病 停医生的话 早晚凉血压 抗制要打标 对抗沉默杀手 谨记血压3C管理 标普特快车 欢迎到现在现场 你真的不用客气 真的不用想太多 你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的 今天你都可以打电话来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真的不用客气 你来就对了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胜举 有钱大家去赚 阿雄愿意跟你分享 阿雄愿意跟 愿意把我们的股票 跟你分享 诚心诚意的跟你分享 不用客气 不用压力 你来就对了 你来就对了 就像我前面跟你讲的高利 台股崩盘又怎么样 崩盘就可以狂飙169% 让你大赚 有没有 心象有没有 你有看过人家这样介绍的吗 老师你叫我买心象我知道 老师你怎么就叫我加码 老师你怎么就再加码 你看我看这种节目 你每天看节目 老师你每天跟我讲心象 结果呢 心象没有标吗 台股崩盘喔 我每天跟你讲心象可以买 心象可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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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标到这里 节目上公开预告 可以卖了 我节目上公开叫你卖 包穿包西 包心好西 看我节目隔天卖 比我还高 你都卖掉了 恭喜各位 然后卖掉的下一个动作 就是买资金 有没有 把心象卖掉的钱 全部转进资金就对了 来 我让你看看资金怎么标的 这样有好谈吗 这一段时间 台北股市大跌800点 请问你告诉我 台北股市大跌800点 你觉得股票应该怎么表现 没有跌听板就好 就就脱销了 对不对 没有跌听板就脱销了 哪有人这样啦 哪有人这样表现 要5基掌听板 这就是我们的股票 我跟你介绍的另外一档股票 叫做仲达 今天火山爆发 没有一个人赔钱 没半个人了解 重点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买对股票 老师我不知道要买什么的 我跟你分享 我要买到对的股票 那这支股票你就一定要买 他就说超越至今 下一波台北股市 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就是这支啊 他就是要喷 现在我要请大家来买这支股票 我请你 我跟你分享这支股票 如果你愿意愿意来的 今天电话只要播得通 跟你分享这支股票 我请你买这支股票 超越至今 下一波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未来他会标翻整市场 电话只要播得通 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不限量名额 电话卡里通 他就是你的打电话 祝贺超市力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